连续的 连续的 连续的组合拳 毫不犹豫 这拳牌很好 所以他会打 这连续不断的天马流星拳 打得对手摊坐在地 这是一场经典的中日对决 由中国延西波对战日本曾我赢将 延西波想必大家非常了解 曾在擂台上暴揍日本选手 还打掉了五颗牙齿 至今还依旧保持着 最快速度KO对手的记录 几乎无能人破 因为多次秒杀日本选手 所以被全迷称为中原飓风 他这次的对手名叫曾我赢将 他在擂台上进攻积极 抗击打能力很强 精通柔术 在此之前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开赛前他的团队还仔细研究延西波 针对延西波的迅速猛攻猛打 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比赛开始后 日本选手率先上前进行压制 延西波在后退的同时 不停地寻找对手的漏洞 给出致命的一击 现在开始在斗这个战力 这是综合格斗的比赛 随着比赛的进行 延西波抓住机会 冲向对手使出天马流星拳 打得日本选手连续后退 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被击倒在地 裁判见状也是立刻终止比赛 现场观众瞬间欢呼雀跃 最终 延西波在第一回合KO对手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 延西波不仅给这位日本选手上了一课 更是打出了中华热血男儿英勇无畏的气 为延西波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比赛 这么是 与她ié劲收岁的 校园 读你